現在我就要出發逃出澳門 我是打算撞牛內地嘛 然後看看這個世界第二強角 哈哈 其實主要是想拍片 現在來到橫琴口岸 桃梨澳門 首先要做的就是隔離七天 大家好 又是我 現在想不到回來了 澳門一個多月 然後超級冤狀 又遇到疫情封城 我已經體驗這種封城第二次了 第一次去台灣 封了三個月了 不斷堅持在家裡 現在想不到又再體驗 好 然後現在來拍什麼呢 就拍珠海的隔離酒店開箱 喂 給大家看看這個100元 100元的隔離女卷是怎樣 首先就是這個 這個地位圖 100元就住這些骨子的單位 現在開箱 已經是我第三次住這些隔離酒店了 我覺得真的會不會以後我就是拍這些隔離酒店開箱呢 我不想啦 哈哈哈哈 現在先讓大家看看 超隔離酒店的單位 其實100元一晚 住七天就700元 現在一打開門門口 然後就會看到 是廁所啦 其實它的廁所也挺齊全 最厲害的就是它真的整個洗衣機在這裡 然後是廁所啦 洗衣粉也有啊 然後是毛巾 我不會用的 當然是消毒粉 其實這些表面看起來也挺漂亮 也挺乾淨的 然後是封筒 這些封筒 真的專業了 然後就是這些洗亂用品 其實都好像酒店 真的想不到100元這樣的態度 不過它之前有50元的 我搶不夠 然後我啦 就是垃圾桶 拖鞋也給過來 這些拖鞋也挺好 面板 防滑墊 然後還有這些拖地 但唯一我覺得美中不足就是 竟然用端翅啊 端翅端翅 沒有馬桶啊 很重要啊 洗澡房 都在了 之後啦 廁所看完了 接著又來到這個 第二間房的單位 這部我懷疑是空氣清新劑 接著就是 唯一好呢 就是每間房都有冷氣的 哇 那它100元的話 其實它都可以任開的 不過都不會任開的 這樣影響地球 接著這個露台呢 真的很小 但是唯一這個露台呢 就有得開門的 兩張椅子給你啦 還有唯一呢 就只有這張桌子了 接著水 提供給你的 還有這個月雪煲啦 電視都夠大的 接著之後呢 就是我自己帶的 我以為第一天沒有東西吃 怎知道原來都有東西吃 接著它一張紙啦 紙巾都有提供 接著幸好就是第一天 我當時上網查資料 說沒有飯吃 怎知道他都說他有給飯了 這個搖控器而已 控制了整間屋的這麼多冷氣 還有兩個這樣的搖控器 之後就來到另外這個單位了 窗簾是什麼呢 窗簾後面是陽台來的 然後這個陽台呢 我發覺是連著隔壁的 但是這個陽台呢 是不會讓你開門的 接著之後呢 你們想左邊先 還是右邊先 好啦 那給你們一秒 好 右邊 右邊呢 就真的 整個 嘩 說話也有回音啊 整個這樣的空間 就是拿給你浪衫而已 我想我的行李箱呢 應該都是會放在這裡 接著大油 很棒喔 他這些衣架也附給你 浪衫 衣架全部附 接著好了 終於來到歸房時間了 歸房了 這個呢 就是有窗簾的 接著呢 對面呢 看著這個呢 嘩 真是 其實是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座涌生空 今天的房間很漂亮 那些雲 嘩 真的沒有什麼人 好像說這些全部是 長龍樂園的宿舍來的 接著你看 這麼大的球場 就是有一個小小櫃 接著 插頭就是這裡了 幸好會有大盞燈來的 可以看一下書 接著這裡 對啦 這些延貨的背包 好啦 就是這張床 其實一個人都夠睡的了 有張被子 有張床 接著呢 又來到經典的攤床時間 我剛才是坐過的 我覺得這張床呢 其實彈性 好睡 起碼不是人家 我小紅書上網查 說是 那些什麼 硬板床 接著人家 有一間硬板床 我覺得它一百元其實都不過不失 就是起碼一百元 它不是那些需要貼地的那些 其實我覺得一百元也真的不錯 又是這裡 希望我不會再這樣開箱這些隔壁酒店 我也不知道還要住多少 現在還有十天等著我 唉 WiFi情況良 就是這樣 這個跟桃花菜有點像 這麼多小菜 1 2 3 4 超級健康 這個魚都好像很香 然後還有水果都送了 白飯 湯 喂 這樣一百元 一日三餐 真的都算是划算了 即是三十幾元一餐 而且這麼豐盛 攤費真的划算了 現在你看我離開了這張桌子 接著這間內地的菜 好 吃完 這麼快五點又有我的晚餐 這個 假的小黃油 好可愛 回來大陸就是這些情趣 真的 好 現在看看 剛才我覺得我吃的第一餐 那個午餐其實挺好吃的 嘩 是肉啊 嘩 真的不錯 其實我住這裡 偏僻珠海長龍小區 但是食物真的挺好吃的 起碼你看看樣子都豐富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不是那麼好 但是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魚塊 這個很好吃 這個不用說 這些燒鵝肉 我最喜歡吃肉 不錯 好 現在轉來這裡看看 嘩 嘩 我猜不到電視 美中筆足宅 它完全沒有TVB 我打算它在珠海應該會有TVB 誰知道完全沒有 窄得大陸那些全中國的電視台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晚上時間 即是今天第一天隔離酒店的晚上 然後我這麼快就換了一些位置 給大家看 我將這個看電視的位置 然後變成浪衫的位置 放一張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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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呢 床也是沒有變 嘩 我這麼快就適應這種 感覺好像整間是自己的房子 我覺得一個人住這種房子真的很爽 現在變成就是這樣 夾巴放在這裡 即是剛才呢 本來是浪衫的位置 然後我變成是辦公室 即是變成這個自己的Studio工作室 這樣就可以撐七天了 嘩 100元就可以有一個 這樣的Studio 真的我覺得不錯 我也為自己讚嘆 真的 考時框 而且那個冷氣呢 還不用對著我 吹著我的頭 日頭應該會比較漂亮的 會對著山 對著樓 那樣 今天就是我第一天的隔離生活 為自己已經換了兩次了 很棒啊 我很喜歡這種模式 即是跟那些 一些自由職業者租一間屋 跟著分區好似的 這間房子是拿來做拍片 Studio 跟著這個是睡房 跟著這裡是吃飯桌 然後就是洗手間 就說唯一美中不足就是端子 那今天就是我的隔離 第一天啦 這麼快就立即適應了 好 掰掰 掰掰